这盘棋讲解是破视角炮 2021年的象甲第19轮青彩退居 红方是刘金 黑方是赵自宇 双方是一个视角炮 对象近期足 那么对方如果出居 这种变化就是出居 那么你走一个巡河居的话 这儿的话将来给你换掉 你也没有便宜 所以对方这个棋 他很可能要走过河居 然后的话这个棋 黑方就可以选择一个两头蛇 将来上马 所以对方这个棋 即便你架了五六炮 还原到这个阵型 那这个棋你也是不利的 因为这个棋发展下去的话 他可以封你居 这种棋的结果就是 你吃他就退 黑方这棋非常灵活 那么红方攻不动 这儿他走的是啪啪平五 那这里的话 黑方就跑二进二 不让出居 红方准备出左居 黑方就上马 红方这里出居以后吃炮 黑方就一带牢 红方挺兵 这儿的话黑方就飞向 红方走居以晶 黑方就居以晶 准备吃 对方这个棋先出居 捉炮的话就博士 现在居往河口一站 就考验对方 看你怎么应对吧 这个棋的关招是走居八进四 因为黑方如果出居以晶 红方就可以平炮牵住 这边随时打你的马 你不敢冲 那这个棋 这个足就丢掉了 这儿的话 这个棋 临场走了个居六进三 那有什么区别呢 黑方在冲 红方如果还要走炮四平三 想要牵住黑方 黑方一脚就踢上去 对方你就吃 那这样的话 黑方又过一个足 又可以马控河口 红方这个棋明显就不利了 所以呢 这就是飞刀 那对方既然不能走炮四平三 也只能忍痛下出居八进四 但是此时呢 已经晚了 人家上马 你炮四平三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 对方选择拆炮 他准备有项链起来 防止这个炮二平七 这儿的话 黑方就简单吃掉 吃完之后呢 这个七 他这里有一个除息精 将来平炮 打向抽居的手段 红方赶快去飞 黑方继续选择去对 对完之后呢 把这个弱点解除 红方呢 抢吃一个中足 黑方就推炮 因为才是炮先手 退回之后想利用闷弓来牵着对方 红方这个棋编码比较弱 要想办法把马救火 那么对方选择招法是炮四平三 找机会想方中炮 那这儿先踩一脚 那对方顺势退回 这里就打着马 这个马一逃 看似呢 也是被杀得直接败退 其实呢 这个棋啊 人家就是一个骗招 红方应该积极招法是挺兵活马 那你要是平过来去拱的话 他就先逃 这样的话 这个棋还是比较稳 对方如果上马去打 这个马就可以上 或者是把对方吃掉就行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炮现在有根啊 但是实际上呢 静静到这里有点飘了啊 他认为这个棋啊 对方被杀了 蒙了 这个马逃 然后就连吃对方两个足 看似呢 其实不错啊 其实呢 这个棋啊 中了埋伏 那么这招势力弱 确实是高明啊 用障眼法把红方给骗了 红方以为这个棋 红方有力啊 其实黑方有力 黑方小足一平 准备吃马 红方这儿 一冲 那这儿当然可以往下冲啊 但是平一步更高明 为啥呢 你现在马一推二走不到啊 你马一推三的话 他这个棋是有一个上马 将来打着马啊 踩着炮 刚才我们说 这个马不切紧的 可以看炮 现在这个棋要丢子了 所以呢 他这个棋 将来这个足八心一 就是丢个他气炮啊 吃你个足 而平足的话 就白吃对方一个子 这个足还保留 这就是啊 黑方的高招 红方一看 又狮子没有办法呀 就想浸泡 把对方马赶走再上 不掉呢 黑方就啊 献给一个马你吃 对方若敢吃的话 地炮一僵啊 直接一炮就闷死了 所以打个门棍啊 受不了 那到这儿的话 眼看叫杀 吃马吃炮 太狠了 你想将军跑还跑不了啊 因为你一跑的话 对方继续踩掉你 你根本就不敢动啊 你这一动的话 这边又吃一个 还是要抒起的 所以没有办法 情况下 那么到这儿 走了一个炮死金啊 先把这个马摁住 这也算是非常顽强的手段了 接下来这些呢 黑方就走了一个小组 吃掉马 仍然浮有一个底线门宫 对方如果出将的话 担心这底线一僵啊 随时可能会有 吃相的可能性啊 这里一僵可以抽掉 暂时也不怕 但他就是担心这个棋啊 底线一僵还打击相 所以临场就知道个事啊 那么这儿就先来一僵 正常的话考虑上脑将 担心这个马将来破事啊 他就补个事 那这儿的话 黑方看似有一招 回马可以踩炮 不过红方可以打僵 逃跑 所以他索性退回啊 先不打草惊蛇 炮我吃不到 我现在叫我杀吧 你中兵吃了 那对方这个棋 就非常一顶 向着足啊 这儿就踩掉 因为你不能向足 重炮杀你 所以这棋啊 他就选择一波炮的平武啊 那这儿对 当然也可以对 讲话啊 黑方呢 他不是是一种 一高人的大走法 这儿的话 红方就非常连起来 黑方现在选择招法是 前足平八 先保留 红方炮我推 是要马骑退伍 现在还有炮四平九 黑方就选择一步 马五行三跳 对方你就炮一打 前的马就火了 所以他不敢 选择马骑退伍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向一落 那你将军就吃掉你 没有棋 所以有心无险啊 红方冲兵 那黑方就平足 红方再冲兵 黑方退回来 一打 接定力啊 这儿对方在下 再打 打死了 所以对方到这里啊 你还不能将 因为这个时候 你一将的话 它是有根的啊 没有用 临场的话 这个棋选择马马腿7 这儿的话 选择飞向 对方这个棋 如果跳进来 就打掉 他选择是平兵 这儿回马 避住你的马腿 顶住你的炮 对方上马 是要偷袭啊 给你一个兵吃 外角杀旗 但是呢 这个棋黑方没有扇荡 黑方选择一步气炮 精妙 黑炮他吃马 对方呢 不甘心啊 炮死平兵 结果呢 这个棋啊 黑方马就上去了 踩双炮 红方到这里 也是没办法 只能将军啊 黑方出来 然后呢 再一将军啊 这儿选择炮的品酒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踩着炮 吃着马 对方没有办法 肯定又要再丢一个子了 所以连丢两子的话 就没法下了 由于到这里 只好认输 赵思雨获胜 接番棋 张杰是刻不容缓 2021年的 象甲第19轮 精彩对局 红方正为同 黑方是许超 双方是中方三兵 对三不乎振兴 那红方两头蛇 这儿的话 也是挑衅对方 黑方足三斤 接受挑战 那么这里的话 就是要打开局面 将来这个棋 让马活跃起来 红方挺兵 就是不然是火马 黑方过来就捉 这儿红方的平炮 那么对方也就吃 吃完之后就上马 接下来进局就按住 随时要炮平三 红方出局也是白出 说行出右局 那对方一打 这里就先看住再说 将来对方上边马 就显得失弱 对方先出局 比较积极 红方的话 也是上马 找机会可以踩双 把你逼退 对方的话就先出局 这儿你逼的话 他就选择一个退 我们看 假如说上去踩一步 那这个时候 黑方呢 不能选择聚三平四 红方可以上马再登 这样的话 连续一段走下去的话 会被红方所利用 局面不好控制 所以的话 这个棋啊 就走一个退局就行 黑方一退局之后呢 红方反而不好下 你吃的话就换掉 将来这个棋 你还得走过和局 双方形成一个 相互牵制之势 那么走这之后呢 选择电过来 所以这个棋 红方难有作为啊 临场的话 就不愿意轻易的跳进去 他选择是拆炮 希望攻击对方七路马 黑方顺势呢 就掌局 守住河口 随时可以捉马 红方先献兵啊 希望你鞠掉进来 那将来你就不可能 走出一个平鞠来 假如说你现在吃掉吧 那这个棋 红方将来可能会 鞠而进武 鞠和 步步紧逼啊 对方可能就进鞠要吃马 那么看似好像逼着红方 这个马退回去消极了 这还要丢子 其实呢 他有一步上马踩鞠的好奇啊 这你要退的话 将来这棋飞向 又是一步抓鞠 你一闪 上马刚好就看住了 所以对方这个棋啊 痛苦啊 红方这个棋有力 到这以后呢 这个棋还有一个变化 平鞠过来 平鞠过来 看似呢 好像可以吃炮 但是呢 红方有一招炮三斤 一打鞠啊 你就要丢子了 虽然你可以杀一将 但是他可以抛对平鞠 踩着双鞠啊 你这儿还不能变 一变他又踩你这个鞠啊 马要退伍 所以到这儿的话 太痛苦了 就会中飞刀 那么临场他就走猪奇金 这样的话稳健 你吃一个我吃一个 红方金炮打鞠 也是他应手 黑方捉马 没有问题 红方就上马 到这儿的话 黑方能选择的就是打掉 双方对杀 实战飞向的话 他是一个还手 走完这步鞠起之后呀 那么红方顺势飞向 黑方你要再躲鞠的话 这儿看似好像是一个交换 实际上呢 他这里不换你 他选择采鞠 那么你一鞠一走 吃马希望交换 他回马进枪 这个棋啊 他平炮过来打鞠啊 采鞠打马 对方就得子了 所以黑方也是不满意的 所以说飞了一部相 缓了一部棋之后呀 会导致局面不利 那临场也只好选到 一鞠二啊 你一相围拆算了 结果呢 人家又破了个相 你想一鞠二 没那么容易 接下来吃掉 对方只好往里跳 然后呢 这个点局很关键啊 就是不给他炮 就平五方中炮 这儿的话 对方就往里切 要吃炮 那么红方就捕食 挡住不让 对方呢 先踩一个 这儿的话 方中炮就是一个吃马 所以黑方只能选择 架中炮进行解围 红方顺势也是接受 换完之后呢 他这个棋可以选择初帅 对方想将军啊 没有机会 那么这儿的话 人家没有先走鞠啊 所以就不受困 那现在这棋 反而要打你这个中族 你马还看不住啊 你上马还过来吃你 所以临场的话 你将军给你对 对方很无奈 补了个事啊 但是打出去一将之后啊 你要飞向就吃你炮了 所以对方这个棋很无奈 还有挺门率骚扰 他只好自视 那么这儿的话 就直接吃啊 继续要叫抽 走得非常强硬 那么你过来将啊 他就对局 一对局就输 所以呢 黑方在将 不想对局啊 找机会呢 想反击 结果呢人家顺势退回给你换 你不换 这个炮又要退回 所以非换不可 换完之后 居四平溜 你不对 双鞠杀你 非对不可 对完之后以为有马炮 但是呢 这个棋啊 也是不行了 虎方进居 吃马 黑方就飞向 看住 虎方居六平武 你要上脑降 他就知识 所以对方只有 知识啊 这儿选择吃掉 对方炮打出来 想要求和的时候 这边一知识 下一步砍中士啊 将来千里招面杀 这儿还有个兵 所以对方怎么都守不住了 只能认输 那么正为同获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